梦瑶 梦瑶怎么会是他 魏英脚步一转 当在蓝战面前 用戒备的眼神 上上下下打亮眼前瘦小的少年 是金光瑶没错 这个人 扒了皮魏英也认得出他的骨头 就你 是出于江湖道义 嘴上这么说 魏英却在心里暗暗自责 宇兰站在被窝里吃情 前犬不好吗 干嘛闲着没事出来烫着浑水 早知道是金光瑶 就任由那个傻大哥打死他算了 方才骂人骂得有多痛快淋漓 现在的魏英就有多追悔莫及 梦瑶无父无母 每天受尽了街头恶霸的欺凌 公子是唯一肯帮我的人 我愿意给公子当牛做马 也好过在这 暗无天日离狗言残喘 梦瑶往前两步 紧紧抓住魏英的衣袖 素素而下的泪珠 在脏兮兮的小脸上 冲出两道浅浅的泥沟 你母亲呢 我母亲 年前就使我而去 那 你父亲 听我母亲说 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 就去世了 你母亲 就没有姐妹 印象中 那个思思就对金光瑶母子不错 一直对他们照顾有加 要不然 金光瑶也不会单独给思思一条活路 公子有所不知 我母亲当年是逃难来到此地 并没有兄弟姐妹 如今 我举目无亲 还望公子收留 梦瑶哭得涕泪横流 任谁看了也会心生不忍 偏偏 魏英前世吃了他太多的亏 怎么看都觉得他在演戏 魏英 可将他带回去 做外门弟子 南战看到魏英 下意识保护自己的动作 心头一暖 又见他迟迟不肯答应 误以为他是在为难 毕竟姑苏兰是招收外门弟子的事 都是由兄长和叔父说了算 一句话 差点让魏英原地跳起 外门弟子里已经有一个宿舍了 可不能再把金光瑶弄回去 俗话说 故土难理 这样吧 我给你出钱 让你做一点小本生意 你既可以养家糊口 又不用背井离乡 岂不是两全其美 周围的人一听 也都纷纷赞成魏英的话 毕竟给人为奴卫图 怎么也比不上自己当家做主 在孟瑶的千恩万谢中 魏英拉着蓝战 踏上了去往莲花物传之 魏英 帮财那人 细经一个 活脱脱就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 杀父 杀兄 杀妻 杀子 为了往上爬 移花兼墓栽赃陷害 可以是说无所不用其极 若说 墨玄宇对我有救命之恩 那他 就是当初逼我走上绝路的人 船舱里只有蓝战和魏英二人 说起前程往事 不免 任唏嘘 那你 还助他 蓝战 我在赌 赌他心底那一丝 尚未泯灭的良知 既如此 多提防一些便是 蓝战有种将人拥进怀里 好生安慰的冲动 可看看船头的烧工 只好作罢 故地重游 魏英心中五味杂陈 发现 蓝二公子 接到禀报的江燕离 第一个跑了出来 拉着魏英的手 就舍不得放下 师姐 不 江姐姐 献献想你 所有的记忆都回来了 眼前之人就是从小 带自己如姐如母的师姐 魏英一时控制不住自己心情 眼泪在瞬间决堤 阿县不哭 多大人了 也不怕让兰二公子笑话 姐姐也想你 昨天还和阿诚念叨你来着 走 我们回家说 魏无县 真的是你小子 算你有良心 还知道来莲花屋看我 江城急匆匆跑来 照着魏英当兄一拳 这一拳 让兰湛神色一领 周身的气压又寒了几分 魏英那里肯吃亏 随即一记老拳含了回去 二人打打闹闹 直奔莲花屋平时代客的事件堂而去 兰二公子 请 江姑娘 请 兰湛缓步 跟在江艳离身后 用眼睛的余光 打亮着魏英前世生活过的地方 江丰眠和余夫人 亲自设宴款待远道而来的 姑苏贵客 姑苏蓝是一项饮食清淡 没想到魏公子 还如此能吃辣 本来给二人准备的是 姑苏蓝式的特色菜 没想到魏英会对云梦江市 浓油重脑的菜品感兴趣 江丰眠的一句魏公子 让魏英如梗在喉 前世中 江叔叔总是称自己 阿县或者是英 如今却如此的疏离 如此的陌生 魏英 见魏英低头沉默不语 蓝湛轻轻呼唤他一声 哦 江叔叔 不江宗主 我自有就能吃辣 这些菜心香麻辣 正对胃口 魏公子既然喜欢 就多吃一些 来都来了 就多住几日 让阿诚陪你和兰二公子到处走走 体验一下不同的风土人情 于夫人不开口还好 一开口就更吃不下了 这句十分谦和的魏公子 听起来还没有前世一句句 咬牙切齿的魏英来的亲切 入夜 于夫人亲自给兰湛和魏英二人安排房间 两间房紧挨着 里面的陈设用具也一模一样 魏无羡 你好容易来一趟云梦 我要和你在这屋凑合一宿 我还有好多话要跟你说 江城这么说 魏英也没觉得有任何的不妥 毕竟他们前世是一块长大的 时常在一张床上睡觉 魏英蓝湛见魏英 不但没有下逐客令 还一脸欣然接受的模样 只得开口提醒某人要搞清楚状况 那个 江城 你在这里睡不是问题 问题是 我从小跟蓝湛一块睡习惯了 没有他我睡不着 要不然 我们三个在这里玩个通宵 累了倒头就睡 反正这床也够大 不行 不同的音色 同时想起 难得二人还有如此默契的时候 算了 你们来这时刻 我走 我走行了吧 对了 魏无羡 明天我们一起去游活摘连棚 好你有心事 等江城在外面把门带上 蓝湛一把偷过心思恍惑的魏英 紧紧地抱在怀里 从清早魏英高调骂人开始 到现在才将人抱在怀里 还住魏英的双臂用力再用力 恨不得将魏英给揉碎了 嵌进自己身体里 蓝湛 前世我就在这里长大 所有的人 我都很熟悉 可他们 都 蓝湛 你不知道 前世江叔叔可疼我了 一点都不比他亲儿子差 可今天 他叫我魏公子 听着就闭扭 心里堵得慌 魏英浮在蓝湛胸口 软软糯糯的嗓音 听起来格外的委屈 这一世 有叔父和兄长将你我养大 轻轻低下头 吻了下魏英的脸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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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